《中文字幕》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寻找终身的志向 不是只有考虑你想做的 你喜欢做的 你也要去考虑这个时代这个环境 它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环境 比如说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年代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在台湾 这样的一个身份 然后今天的社会 尤其是这两年疫情这么严重 影响这么深远 然后人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时局里面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对人类社会是会比较有贡献的 所以我想这个我本来是学数学的 我本来是在中学教书的 那我也 我也喜欢我的学习的科目 所以对数学更深入的探讨 我也可以愿意 对教学 对跟学生相处 去引导他们 协助他们建立人生 这也是我可以做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我没有走数学的专业 我也没有在教育的领域里面 去深入的耕种 而却脱离了这个教育圈 选择了所谓的道德重整 生命工作这样的领域去投入 那我想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是际遇 比如说我遇见我的恩师 刘一堂博士 然后对他的人格 对他的志向的一种仰慕感动 那也感受到这个整个时代社会变迁的需求 人类的内心的需要 然后也去 因为我从道德重整 我学到一种生活的态度 就是怎么样在安静中 去聆听内在智慧的声音 良善的声音 然后这样的跟随内心的声音 去体验去实践 那我也看清楚了一个点 就是在今天台湾的社会 很多人可以在学校里面 作为一个好的老师 奉献在教育 但是在二三十年前 在台湾的社会 还没有人专职的为生命工作 为道德重整 全部时间的投入去做 所以这也是让我有一个思考 那我去当一个老师好呢 还是我来做一个全职的 为生命工作来服务奉献的人好的 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后面这一条路 那我想这个 对生命的选择 其实安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这种安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他是经过常年累月的体验 然后去 不只是去看见 而且是去看穿看透 很多的事情的表面 然后就产生一种洞察的能力 对生命 对人生 一种洞察的能力 那这样的话 才能够去知道说 原来长远的未来是怎么样 那这里面呢 这个尊重社会 尊重现实 尊重世俗 但是又不被现实跟世俗把你局限 甚至把你等于是绑架 因为很多人大家都说 很多对社会公益的事情 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做 那人活在这世界上 因为你有这么多的压力跟责任 所以有时候为了一个工作 为了一份收入 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守着他的工作 然后一直做到五六十岁 然后觉得说 终于到了退休的年龄 然后退休之后 才要去做自己真正很喜欢做 很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退休之后 你还剩下时间有多少 你的体力又有多少 所以我当年我的一个决定就是 为什么我不把我人生最有热情 最有活力 最有体力 那这样的一个年龄 一个状态 我来投入去做 我觉得上天 跟我最希望我能够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当年开始全部时间投入生命工作 那时候我才只有三十一岁 那时候也刚结婚不久 有一个小孩 很小 另外一个小孩还在师母的肚子里面 那我跟师母就决定放下所有的有薪水的工作 然后开始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 就是只要我们去做 对上天 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得到照顾 老天 那边自由安排 所以我们这样从1984年到现在 三十八个年头 所以我想谈这个终身志向 我觉得我这方面的心得真的是很多 因为我的终身志向也是从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寻找 然后到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确定这样的方向 然后虽然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那也很多的转折 但是可以说从三十岁到现在将近七十岁 我这个终身的志向根本上是没有改变 这个很不容易 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 也是 但是我觉得说安静的功夫跟习惯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再来就是从我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就一直是在团队里面 所以有一个好的团队 然后有团队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多事情我不要太刚愎自用 我不要太自以为是 我不要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你要跟人讨论 商量接受别人的意见 然后有时候你的意见跟很多人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要缓一缓要慢一慢 甚至有时候可以停下来 也可以 而不是说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志向 一个终身的志向 绝对不是你单打独斗的一个人生的道路 一定是去感动去感染去招兵买马 然后有一群人 然后大家有共同的一些看法 然后也愿意一起来做 所以像现在我们成立EQ协会 培养一些生命工作者 这个也都是在创造一个 一个团队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想这两个部分还是很重要 是 那刚刚刘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在寻找这个终身的志业 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要先认识自己嘛 然后你说开始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开始在寻找你自己喜欢什么 那相信大家也很有经验 就是小朋友开始写作 我的志愿的时候 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变一直变 那有的人可能可以接受自己 在不断的探索的过程中 他会有不同的发现 可是有的人就是好像在这个过程中 他还是很迷茫 他好像觉得又想这个又想那个 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选择 建议观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欢 欢迎你按赞 分享 然后订阅 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有任何的疑问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话 就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写到我们的email rjliu1126 小老鼠 gmail.com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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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